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进党高雄市的陈正文 高雄市党部的主委说 其实这个是可以一起参与造势 敲响228和平中 民进党高雄县市议员联合游行造势 但以无党籍参选的陈志忠 怎么出现在游行队伍里 支持台湾本土守护台湾的立场 是不分所有的这个党籍 或者是无党籍的议员候选人 大家共同的努力的目标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致的 没有不同 陈志忠不担心外界联想 他会瓜分绿色票源 但以金逼的原本就在 前镇小岗选区的市议员 陈信瑜已经怀孕7月 也不得不顶着大太阳 卖力游行 快要生产了 然后那个肚子越来越重 然后那个体温越来越高 压力压力 党有党的立场 我们民进党会 会有民进党的机制 那我认为说志忠的参选 如果能扩大翻率板块 我们也乐观其成 游行保台湾 由于天气太热 参加的人数并不踊跃 最后连市议员们 也都看不见人影 中天新闻 刘易钦张玉昕 高雄报导 这是我们看到 最近以来一个 稍微有一点点话题性的 选举新闻 选举到现在为止 的确是还蛮冷的 不过陈志忠看起来 跟民进党的市议员 一起联合造势 对民进党在高雄来讲 真的是扩大整个 绿营的票源吗 恭喜 陈志忠过去在民进党的 高雄市党部服务 那这么久的时间 没有看到民进党中央 说任何话 所以今天你看到 陈正文跟陈志忠 他们联媚出来 参加这个联合的造势活动 你也不以为意 那所有人 我相信多数人会把 这个陈志忠还是看成是 跟民进党是 误以为他是民进党分明的 误以为 尤其是这个民进党 他们在这个部分 似乎好像有点黏 又不想跟他太黏 可是事实上在基层的 那个黏合度 其实是蛮密切 过去惠文提到一个 就是说连他们自己 同选区的民进党的市议员 有时候还要邀请他去 帮他们站台 那这个时候 民进党就要有个策略了 如果你放任这样的一个 事实存在的话 你就要过去不是民进党 曾经打过什么四季红吗 你要看这个 黑掉啦 对 你复述选举的话 今天不在 复述选举的话 你要看看说 陈志忠的票 会不会分掉你们多少 那你如果认为他会吸票 分了很多走的话 那你就要去算 那你们要几席当选 如果你们的是比较弱的 或者说你完全认为说 他存在 没有什么影响 你可以不理他 但是他如果影响的话 或许某种程度在基层 他们自己选中 会有一个策略联盟 那所以 至于道德层面的问题 我觉得过去我们讨论很多了 民进党似乎在这个部分 完全没有起任何的联谊 我刚刚前面讲的两个例子 包括高雄市党部的主委 邀他去这么久了 那现在你的人还站在他旁边 都没有人听到讲话 所以我觉得党中央 民进党中央是一个纵容的情况 只是说你选举的时候 席次然后选票 你怎么计算 那是民进党他们自己都要处理的 反正可以扩大票源就好了 扩大泛律的票源 我觉得这种东西 根本就是破坏制度的做法 破坏制度 对啊那你怎么可能一个无党籍的人跟你一起一起 跟那个党籍人一起拉票 而且票源那么重叠 会扩大票源吗 我觉得很怀疑 他说爱台湾不分党派 准民进党他是准 准民进党 看起来两个票源就是重叠嘛 我看那个这位小姐应该是蛮 蛮韩卑的吧 你是他姐姐 对啊 什么他姐姐都让你讲 不是啊 同音而已啦 真巧 对他也很无奈啊 所以你为什么 对耶他们也没有恶言相向 也没有说你不要过来 或是要求党中间切割 如果你要借党的资源去造势去选举的时候 你就干脆回到民进党的初选制度 然后去参加初选 你有出现在公平竞争嘛 那你这样就是等于是在破坏制度等于是在占便宜不是吗 还是说民进党在那个地区有堆袭的空间 这地方不可能 所以扫提一席里让陈志忠 那扫提一席里让陈志忠 那扫提一席里说没有 没有 那为什么其他的候选人都没有意见 这个陈志忠是这么的碰不得吗 会长 因为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去民进党去骂陈志忠 你自己会准失票源 他没有必要去骂陈志忠 反正复述了 大家就抢前面的票 各凭本事 对啊 各凭本事啊 那如果以后真的多一席 就陈志忠真的是扩大票源 那如果有一席被击掉 那你就是不争气被陈志忠 被陈志忠击掉 民进党也可以接受嘛 反正也是党友 事业很小嘛 事业很小 事业很不大啊 依照陈志忠的一个背景 他吃了 只会吃民进党的老本票而已 他绝对不可能去所谓的 没有开拨票源的能力 他绝对没有开拨票源的能力 他只是吃老本 然后去抢其他人的 候选人的那个票源而已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破坏制度 没有办法啊 遇到人就转弯的东西 你叫他去抢 我们两个就不合 你叫他去抢蓝色 你叫他去抢蓝色 这是意见一样 他去抢蓝色他抢不动啊 是不是 他抢蓝色他抢不动 所以你要依照回到 党的初选制度嘛 大家可以抢 民进党抢不到的申率吗 不可能 申率一定投给民进党的 不可能 申率如果没有他 一定是投给民进党的 所以这没有什么 没有开拓票员的能力啦 完全没有 所以这个等于是好多小鸡 多带这一只小鸡而已 主持人刚刚说 这个五都选的人 这个我是抗议的 你觉得很热 不是总监 有人又哭又闹 见面几次就生两个小孩 这样还不够热闹 爆料之前 还会先通知媒体说 我要爆料喔 我要爆黄光琴的料 你们来采访我 我爆到一半黄光琴也跑来 那我不知道怎么办 还有人 这个我特别谴责 但是我不点名 自己当市议员 为了党内的初选 买新闻 不是买广告喔 买新闻喔 来骂自己的市长 港董的市长 这种事情做得出来 坦白讲是轻痛愁快 那这个陈志忠 我看他这个架势 难怪你选情告急 应该是要选议长 谁要选议长 陈志忠要选议长 没有啊 你们都要 对我去站台 初算也要我站台 不算一个议长怎么办 年轻人本来就是要出头 大家 市在交替 大家都很清楚市议员有什么能耐 如果说立委 因为市议员很清楚 立委那个保护伞 有够大 而且坚固 市议员能有什么保护伞 就摸算了 因为他不敢算在位 但你选区他不敢选 他选那种负数的 我5%我就能算了 我为什么 我要插你 那 陈志忠能够在高雄市议会 贡献什么呢 当然就是洗钱的经验 要怎么开人头公司啊 对不对 什么什么什么莫名其妙 因为他可以好好监督市政府 不准做这些事情 不准洗钱 因为他都看得懂 因为我会洗 所以你们都不会洗 他为了选这个东西 其实意义不大 对他的观众 又要做这个起义丸 那会不会当选 一定会当选 为什么 他算过了 因为他的户籍本来不是在前镇小港 本来是在三民区 三民区我就说一定有两个 有林静新 也有大师兄 那你知道怎么办 他当然是去前镇小港选 那会丢 丢了就连线 因为那个 那连线就可以当议长了吗 因为大师兄也是五党籍的 那再拉一个 因为高雄市五党籍的市议员还不少 再拉一拉就可以弄个党团 有很多五党籍的 就整个五党籍的 就是讲五党籍的 所以我说选议长会不会很夸张 不夸张 可以参选喔 那会不会当选 每个议员都可以选议长啊 对我说会不会当选 那会不会 高雄市议会议长陈志忠 因为两票了嘛 一票是他一票振兴去 那才两票 议员那么多 那这我补充一下 因为台南同乡会过去曾经开会 那时候陈志忠还没有冒出来 是针对阿扁所设计的 说陈志忠他如果有机会 他选市议员 市议员然后到议场 这个那个议会的时候 去选这个议长 那时候是有谈过这个部分 但是是灌在那个陈志忠身上的 那这次陈志忠 他有没有这样一个实力 禁军政府议长的这个保救 我觉得他的实力还不够 但是在这次选举中 他们贬系是有一个连线的 倒是贬系是有连线的 然后你刚刚讲的大师兄 他有广播电台 他们在基层 他没有经历很久 虽然是选区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条线如果贯穿起来 我觉得他的动能会很多 所以民进党到底是 把他看成一个吸票机 会侵吞他们的席次 还是说认为说 他们选区有些新人 需要有一些知名度 或是曝光的这样的一个强度的话 那跟他站在一起是没有关系的 那大家在选票上分 分裂啦 分裂 会不会占到点好处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选战的一个考量一个精算 好 先进广告